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对撒姆尔纪上的学习进行一次总结 那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撒姆尔纪上学习的第四十一课 也就是最后一课 如果你错过了任何的剧集或者说想重新观看该系列 你可以在www.snchurch.org上面找到所有的剧集 撒姆尔纪上是以色列历史上从约书亚时代之后的以色列世事时代 到以色列诸王统治时期的过渡的书籍 这本书开始于以利在担任世事的期间 那么根据我们的时代列表 以利生活在公元前1192年到公元前1094年 这意味着以利年轻时代将会在迪波拉和基殿的世事下生活 之后是在耶弗塔和参孙的时代下 以利本人是出生于亚伦最小的儿子伊塔玛家族 他当任的以色列世事大约40年同时也是上帝的大祭司 以利虽然是一名士师 但他和许多人一样也都是一个矛盾的人 在于汉纳与萨布尔的交往中 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大祭司 然而以利无法管教他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和菲尼哈的腐败 也因此上帝惩罚了以利的家人 所以他以后他的家人是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祭司的 然而在以利去世之前 他帮助抚养了萨布尔 萨布尔是以利加纳和汉纳所生的儿子 汉纳远是一个不育的妇女 但他向上帝祈求的一个儿子 说如果上帝赐给他这个儿子 他就会让他一生去奉献给上帝 注意垂听了他的声音 萨布尔就以神的先知和以色列的精神领袖身份 去会幕工作 如果你看自出埃及以来以色列的历史 也许迄今为止只有 摩西和约书亚对以色列民族的影响比萨布尔会更大 他确实是自摩西和约书亚以来 上帝的第一位大先知 随着萨布尔的长大 他将以色列人从释放偶像中带回到了上帝的身边 这一帮助以色列人摆脱的主要的敌人 也就是飞利斯人的压迫 自从耶夫塔和参双时代起 飞利斯人就一直压迫着以色列人 虽然参双是开始将以色列人从飞利斯人手中拯救出来的人 但是真正完成这项工作的是萨布尔 但是萨布尔的儿子们也很腐败 因此当萨布尔年老时 以色列人就来到了萨布尔面前 要求立一个王 这样这个王就可以带他们去打仗 神就告诉萨布尔不要为此感到难过 因为以色列要求立一个王 并不是在拒绝萨布尔 而是拒绝神作为他们的王 拒绝神带领他们作战 并为他们带来的胜利 萨布尔当时就警告人民说 国王将会带来什么 比如会提高税收 并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喷人 并会建立惨备军 强迫他们会为他建造宫殿和城市等等 那么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是 汴亚明之派的扫罗 扫罗一开始是一个谦卑的人 但因为扫罗是乃至以色列最小之派之一 特别是在四世纪的第二十章 二十一章之后的面临的灾难之后 他的统治并没有一个好的开始 当时许多人拒绝扫罗为王 直到扫罗攻打基列亚比 击败亚明王之后 扫罗才最终被视为以色列的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扫罗变得傲慢 导致他放下的罪越来越大 最终导致了他的垮胎 当与菲利斯人交战之前 因为撒末尔在迟迟还没有来到 做献祭的时候 扫罗就试图代替祭司来献祭 这导致上帝告诉扫罗说 他的王国不会继续下去 因为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祭司的 扫罗在接下来与菲利斯人的战斗中 变得鲁莽 他让他的部下发誓说 在战斗当天热落之前不可吃饭 那么又拿到后来就说 这个草率的誓言是导致以色列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 而且也导致以色列军队在饥饿的情况之下 吃了带血的肉 这是摩西律华所禁止的 然后在第15章 扫罗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彻底消灭亚玛丽人 他说因为他对人民感到恐惧 而且不对遵守上帝的命令态度变得不上心 那么这次的叛逆是压垮扫罗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帝就告诉扫罗 他要把王国从扫罗手中夺走 并将他交给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这个人就是优大伯利涵耶西的儿子大卫 我们见到大卫的时候 他还是个年轻人 但是我们也看到 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 与扫罗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卫相信神 他只要用一把弹弓和五块光滑的石头 就能将菲利润人哥利亚交到他的手里 那么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 因为神曾把他从狮子和玄的爪子中拯救出来 所以他相信神会把他从一个反抗 远身神的军队等人手中拯救出来 神当然做到了 也使得大卫在以色列的民生大政 尽管大卫是一个忠诚的人 但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当扫罗的嫉妒性变得如此的强烈 以至于大卫不得不逃跑 过着逃亡的生活时 我们也多次看到了大卫为了保存性命而杀反 甚至他的谎言之一导致了上帝的祭司 因向大卫提供橙色饼和武器而被扫罗杀害 我们有时也看到大卫在非历史人中间所表现出来的恐惧 我们看到大卫的愤怒几乎导致他谋伤喇叭 喇叭的妻子亚比盖阻止了他 那么喇叭去世之后亚比盖就成为了大卫的第二任妻子 那么为什么大卫尽管有缺点 他还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因为对神的信仰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是完美的 而是意味着一个人相信并且信任神 认识到救恩将会通过顺服的信心而获得神的恩典 当大卫犯罪时 他之所以成为合同神的心意的人 是因为他足够关心神对他的罪的反应 真诚地悔改并选求神的宽恕 而扫罗却从未为自己的罪而悔改 他只是渴望在重能当中要得到尊重 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 但他都没有杀死扫罗 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所以大卫不会去伤害耶和华所高的能 扫罗因自己的罪在与菲利斯人的战斗中死去 大卫成为以色列国王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本书呢 首先他为我们提供的大卫家族的历史 大约在一千年之后通过大卫的家族将出现了耶稣 他是被称为基督的 在三部尔记下中我们将看到所应许的米赛亚被预言 将来自大卫的后裔 因此了解大卫的家族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他也给了我们两个教育 首先上帝仍然是掌管着人类的事物 神直接参与选拔以色列的君王 今天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多大程度上选择了我们的领导人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或者他是否允许我们选择并承受后果 但无论他做什么 他今天来来积极地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 呼吁人们悔改 那么我们学到第二个教训就是 部分地服从上帝的命令是不行的 扫罗被告知要彻底地消灭阳瓦利能 他说他部分地服从的这个命令 上帝称这一种的部分服从为彻底的反叛 并将王国从扫罗以及他家族人手中夺走了 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 我们是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进入天堂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去那里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也只能通过信仰和算福耶稣而接受神的恩典 服从神所说的话 而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因此如果我们选择只服从神的话语的一部分 而不选求神的宽恕 神就会让我们为不服从的事来负责 这将会导致远横的诅咒 那么至于说这一本书的作者 第一部分似乎是撒木尔写的 但后半部分特别在撒木尔去世之后 他是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 在后来的某一个时期写成的 很可能是到了所诺门统治之后 因为他们提到了以色列的国王和优大国王 这些术语是在所诺门儿子罗伯安统治期间 以色列国分裂成两部分之后才出现的 我们相信说这一本书是圣灵所启示的 这意味着我们不必知道 具体的作者是谁 因为最终是上帝写成的 那么到此我们就结束了对撒木尔 撒木尔记上的学习 我们将在下一次课当中继续学习旧约 将开始学习撒木尔记下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到时继续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hold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